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 你好 大家好 我是何栗林 我是郭静淳 来 我们把下周好运的运势 报告给大家 好 一起来关心 2月20号到26号的运势 是 走春走了一个感冒人 真的 来 欢迎我们黄悠福老师 好 三位好 来 接下来欢迎吴美玲老师 大家好 来 接下来欢迎许瑞光老师 大家好 来 欢迎两位好运的大来宾 首先欢迎沈月玲大来宾 好 接下来欢迎罗贝美玲 欢迎你啊 是美玲 有不愿的美玲 太好了 冬生美玲 说得好 罗姐 新年新鲜 说你去年把长头发剪短之后 结果广受负品 对啊 因为我这样 没有 我的长头发剪短以后 我就很高兴 然后就给我男朋友一看 他就说 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为什么要剪头发 你为什么把头发剪成那样子 我告诉你 这是你这辈子 你从现在开始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剪头发了 你不会再剪头发了 他喜欢你长发的样子 所以罗姐 你有尝试过不同的发型 但是只有就是长的最合适嘛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长度蛮好的 我也觉得 因为年纪如果太大的话 还留到腰的话 那就根本就是老魔鬼了嘛 老巫婆走在街上 而且如果发质不好 发质不好的话 我常常看有一些女孩子很年轻 然后那个 一定要留到那个过腰那个地方 然后后面全部都是开擦分擦 阿里妈妈的这种 有一些很坚持的那个 很坚持 但是男生一律喜欢长发 为什么 所以你看酒店妹绝对找不到短发了 为什么呢 那因为长发 长发就是美丽的象征啊 短发都是妈妈上 对 她或者 她或者是精明干练的女强人 那不然我是怎么做 你是走美眉疯呢 我还美眉 我是因为小时候 就是被叫美眉的 你知道 就小名叫美眉嘛 家里的美眉嘛 我还真想做美眉的 可是我的脸皮厚也没厚成这个程度 你比那个真正的美眉 还更像美眉 真的吗 为什么呢 因为你那个天生丽直啊 对啊 哇 沈玉琳怎么结婚了 真的这么客气 真的 玉琳哥你真的是 今天嘴巴怎么了 新年新细像嘛 新年新细像嘛 哇 是不是要给她 要说好话 做好事 生了她女儿以后 鸡得鸡福是不是 真的 是这个意思 除了我去年 除了造型改变之外 也发生有一些小小不顺 真的吗 就是我就觉得去年 好像有点过日子 过得卡卡的 其实自从去年 在去年不是有被骗一个 58万人民币吗 对 对 那有抓到吗 有要回来了吗 怎么可能抓到 怎么可能要回来 你问余小凡 余小凡抓到没有 对不对 他不是比我省事的更惨 对不对 只好就从头再重新来过 但是要重新来过的时候 台湾景气又不景气 节目现在停到 诶 沈玉琳现在 最有说的重音节目 全台湾省还有没有剩下15个 现在很多节目就是你还没有看到他播出 他竟然已经停了 有吗 有 有 很多时候人家说 人家说你要记得 那个有一个新节目在开播了 等到我要看的时候就已经停掉了 对啊 现在常常一个月两个月就停了 就像譬如说你本来主持一个节目 我也觉得挺好的 对 收视率好像也很好 然后他们就说罗姐你赶快回来上节目 我就说好我回来了 说节目停 对 节目停了 就被拍过第一座垮了 你们那个节目 同学会 同学会 收了 你不知道收了对不对 收很久了 现在妙儿是有的节目收到 你不知道他收了 为什么呢 因为收了以后呢 还会再重播 而且在同时段继续重播 对 那差别是我们没领到钱而已 真的 但是他跟像在首播一样 继续再重播 那罗姐你想把钱赚回来 那现在没那么多节目了 真的 没有啦 所以呢就放快心情 赶快去玩心想说好手好脚的 对不对 可以走着动 吃着动玩着动的时候 快要出去玩 再不出去玩 年纪大了可能玩不动了嘛 就你说你跨年结果摔了一跤 对 然后去到泰国很高兴 我们就坐船去party 因为他们就是有大的party 25号嘛 然后我去那边 你知道我的腿交叉又很细 那去的地方都是沙滩 那沙滩上如果有餐厅的话 它是用那种木板 对 因为沙可以从那个木条中间漏下去 对 可是沙滩上它还是有种树啊 所以它那个木板 扑扑扑扑扑到树的时候 不可能把这个树整个围满 那中间就有空格 那我就站在这个树的旁边看人 哇 好高兴喔 这样子 然后一转头 脚一回 啪 就整个下去了 所以我脚这个地方 整段从这边开始 这样子你知道 撒 整片破 这样子 然后整片欧青 哎呦 真是的 那个破是骨头 反正就是整个 还好没有戳到骨头 骨头只有这个 这个大骨的地方这样子 这边还有点欧青 有耶 香霸还在 对 这边还有一点点霸这样子 哎呦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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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坏事 这个在 就全部摔掉算了 就都过去了 然后新年一年就兴起了 然后我们还在泰国骑摩托车 还有人摔车的 累残的 哇哩 对 所以我们讲说在31号去年前 把衰的 坏的 摔的 盖什么都弄光 今年就好了 通常这青筋浮现 大概一般是讲压力大 或者遇到挫折不顺 这时候呢 你的青筋就会浮起来了 或者你的思考判断错误了 我们最常出现的就是 耳角最容易出现 这是表示工作的压力 或者就是工作容易出差错 如果中间这 什么姓名笔画的人 已经转运成功了 真好 我们所有的孽运 都在去年都已经结束了 今年是 这是新的一年了 大家会转运 我们来看看 今年哪一些人会转运成功 我们先来看总格 总格就是他的工作运 我们看哪一些人 总格就是我们三个字加起来 或两个字 两个字 那我们这个 只要讲到运势的时候 都是以你的出生名 要看你的出生名 不是看改过的 还有这是以台湾的运来算的 这个呢 你的总格有38划 47划48 56的人 在今年呢 都会转运 这个就是说 像以往 比如说你去年 你老是碰到不好的老板 不好的主管 不好的员工 或者是不好的同事 那在今年呢 你所碰到的会慢慢慢慢好 而且当你有碰到 这些笔画的人呢 很多人在年后 在这个时间 他要换工作了 然后这些人 是可以换工作的 当你对到了这些人 你可以换完全 跟你以往不同的工作 很多人在同样的职场里面 他已经做了十年 二十年已经厌倦了 他想换不同的行业 这是可以换的 还有很多人也已经上班族 上得很久了 在这个时候 他想怎么样 想自己创业的 当你碰到这些笔画的人 其实今年是也可以创业 但是相不单论 也不能说光只有碰到总格 你要其他的格局碰到好 那如果说你刚好 现在这个时候 你碰到想要创业的时候 一定要找老师算过 那如果说你要 你要创业一定要找老师算过 那如果说你想要换行业 或是跨领域的时候 这个恭喜你 你在这一年 你是可以换行业 可以跨领域的 那再来我们看看 再来这个就是感情公位 我们的感情公位 我们的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第二个字加第三个字 那再来就是如果单名的话 就是比如说 单名你的最后 你的最后一个字加一的笔画 就是你的第一个 这个还是要以出声名 然后我们来看 当你的帝格有18话 24话27话33话 有这些笔画的人 哎哟 我中了 郁琳哥有 郁琳哥有 郁琳哥你今天要婚变喔 没有啦 这个时候 挪姐你本名也是啊 你本名是24 哇 我们讲到运势 本名跟改的名字 现在还有关联吗 有你改名字 你的个性会变你新的嘛 但是流年运势 是照你原来出生的 叫我的 所以你原来出生的 你的帝格是24 24跟18 今年都非常的好 我们婚姻工好的时候呢 我们两性之间在相处 那个摩擦慢慢会不见 慢慢会取得共识 那如果说是单身的人 他就是在这个时候 会碰到好的桃花 那已婚的人 或是已经有男朋友的人 这代表说 你们过了去年这两个 就是两个 人都会有磨合期 过了那个磨合期之后 再来的感情 就会非常的稳定 好 就会更走下去 不要 不要再换了 交了三年多了耶 你确定会越换越好吗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 交个三五年就很久了 你当做在买车了 差不多 差不多 你当做在选总统 差不多 玉琳哥你要加紧 我们的帝格 也是掌管我们的子女工 夫妻工 兄弟工位 所以你如果要再生的话 就要赶快 把握 要不然就会生不出来 赶紧 我跟你讲 我在那个医院那边 还有五颗顶级的瘦精卵 瘦精卵 还有精卵 精卵 好 好 好 而且不是精子 是瘦精卵 瘦精卵 已经好了 只要植入就可以怀孕了 跟牛肉一样 我那是5A级的 半斤半肉吗 可以 5A级是最高的 可以动多久 20年 20年 哇 随时要都可以用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有一个伦理上的问题 那既然已经瘦精卵 那就知道男的还女的 你如果应该知道是可以知道 但是一般我们都不会特别 一定非要男 非要女不可 这个就顺从上天的安排 没有 医生说 这有一个伦理的问题 其实我女儿 弟弟妹妹都已经存在 只是还没出来而已 因为是同时间取出来的 对 这妙的把科技的发达令人震撼 对 好 再来我们来看 再来就看金钱运了 人格就是在掌管我们的金钱运 就是我们的姓加我们的第二个字 就掌管我们的人格 我们的财运 来 我们来看 有十三化二十化二三 二十八三四 又上了 又上了 我们当然在台湾录影 都是以台湾的运为主 这个就是说 你今年的台湾的运势 是非常非常的好 像玉琳哥就是这样 你财运又好 贵人运又好 紫席工又好 桃花运又好 你就要把握今年 我们人 很多晚辈都说 他这个人还要卡位卡几年 不会 其实如果年轻的时候走到这个运 可能他就是短暂的一年 但是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资金 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人脉是成熟的时候 我们只要在对的这一年 在旺的运这一年 你开拓你的事业 他就一路上来 对 然后就是小心不要犯错 对 对 不过沉玉琳你在 你是这三年很好 对 三年之前你大概也衰了个五六年 就是真的 我公司结束还资再三千万 尋死尋活 真的 不会啦 但是人就是这样子 你看很多的企业家都是这样子 他只要在那一年那个点对 他做对行业 他自然就一路上了 就起来了 但是这个运有时候来得太早的时候 因为我们就是昙花一现 但是以我们现在这个年纪 其实都可以创造你未来 所以玉琳哥你今年 或者是大家观众朋友 有跟玉琳哥一样 对到很多住的人 你今年可以好好的思维 而不是随便转一个行 或转一个工作 是 那其他呢 其他 也都很好了 其他这些财运都是非常的好的 我们有对到 十三二 二十二三 二八三一 这些的财运都是非常的好 那我们 当我们今年走到财运好 其实今年 2016年也是整个大环境 整个社会在改变 人家说天时地利仍 是 就是大环境 大环境在转变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在转变的时候 才能够让我们去创造一个未来 所以其实 其实 竞存赌铃你们也都有对到 谢谢 有二十八的人也是非常好 像我们 我们 我们这次当选的这个 蔡总统也是 她也是二十八 这个就是说 我们当我们有走到这些运的时候 我们都要好好的去把握未来这一年 只要你能够开创的时候 你就不要担心后面的景气不好 但是要投资还是要小心 要问一下老师会比较好 如果对到很多住的人 你不要再犹豫了 赶快做转型 是 是 谢谢老师 不过人在拍文的时候要转运 好运的时候也更要转运 要把握 所以玉琳哥 你把抽了二十年的烟给戒了 不敢说戒 因为真正的戒 真正的戒是说 你连起心动言都不会 现在还在搏斗挣扎期 就是说 现在会什么 吃完饭会 会很想 然后一直天人交战 一直想说 抽了吧 不行 抽了 对 就很像那个 就是为了小孩是不是 很像有毒瘾的人 恨不得把手指都切掉一样 我以前有当节目制作人 一天两包 那后来当艺人不到两包 当一天也要一包 所以呢每次那个 常常我们那个录影空档 我们就守的那个烟筒 好像都铺那个烟筒一样 对 我今天下去的时候 奇怪 怎么没有看到玉琳 好啦 然后等到女儿诞生 主要的动力来自女儿 还有老婆 我老婆一开始呢 把我赶到阳台 那接着呢 他又说医生说 你在阳台抽也不行 因为阳台会晒衣服 那烟也会卡在阳台 于是呢 就把我赶到大门外 那大门外也不行啊 你抽一根 那人家邻居也会抱怨啊 好啦不行啦 就把我赶到 不是大门外了 社区外面 哇 整座社区 我们那个几百户的社区 把我赶到外面 那我们家离那个社区 大门口又很近 所以我老婆 她鼻子好凌 比狗还凌 我在社区外面 她还是问得到 我在那边抽 她打开窗户 然后在盯着我 在给我你知道吗 她说你这样会不会很蠢 我说你蠢 哪里蠢 她说你很奇怪 你吸进去 你干嘛还要吐出来 那你都吐出来 我干嘛还要吸回去啊 那我们那个警卫伯伯 对啊 那你吸进去干嘛要吐 吐出来干嘛要吸回去啊 好啦 有一天她就瞒着我 偷偷给我接了一个 戒烟大使的一个工作 哇 这个 这个好准喔 这个好准喔 又没钱压力又大 好准喔 好啦就从那天开始 我就展开了 现在长达 现在差不多三个多月了吧 三个多月的活动 说是有方法是不是 真的没有 香的 有通美中一文就知道了 所以现在除了意志力之外 是有方法是不是 必须要有方法 就是说那个医生告诉我们 靠意志力戒烟 那个失败率奇高 大概八重都失败 那怎么样 好像戒烟戒了三四次 现在政府在推广 那个戒烟门诊 大家不要听到说 门诊 然后进医院就觉得 还蛮麻烦的 其实戒烟门诊 去看嘉医科 那嘉医科呢 现在的药还蛮厉害的 以前的药都是 以前的药其实也是尼古丁 它只是给你减量 它的尼古丁贴片 他们现在新的药 吃下去以后 差不多一两个礼拜以后吧 它让你由内而发的 去讨厌烟味 就是你的大脑 你的大脑告诉你自己说 烟味是不好的 真的喔 有 我先生有吃过 戒烟口香糖 对 他说恶心 恶心到家 可是那个是口香糖 他现在讲的是药 现在这个不会 现在这个就是药 就吞下去而已 然后呢 它就是让你大脑里面 讨厌烟味 那你如果讨厌烟味的话 烟无法让你获得满足了 那你自然而然 就不用人家逼你 你就不会想去抽那个东西 那小孩一抱进家门 哇 那个狗 那狗整个大 人家是借完烟会整个 会呼吸说非常顺啊 整个精神很好 那个最大的差别 是早上醒来的精神特别好 因为我们抽烟的人 体内有你古丁在作睡 其实晚上那个睡眠品质 是不好的 只是自己没有察觉而已 含氧量比较差 对 含氧量比较差 那你现在借烟的感觉 就是你早上醒来 就会感觉比较特别的神清气爽 还有一点 烟抽多呢 人总是会有那种 上火的阿杂的感觉 那种阿杂的感觉呢 那时候你自己不自知 有时候你情绪会暴躁 或者看什么都生气 容易易怒这样子 借烟的好处是 当然要过的那个时间 前一个月真的很痛苦 我不会骗你 我前一个月是反而 反作用力很强大 就是看这也不爽 看哪也不爽这样 真的喔 然后觉得人世间 为什么大家倒阻止我抽烟 你就开始了 充满了怨念 但是那个月撑过 其实就海过天空了 很棒 然后玉琳哥去年 还有什么事情 让你很心烦 什么狗狗的生日 跟baby的生日 没有没有 倒不是生日的问题 是小孩的生日 那个小孩的生日 为什么会形成困扰呢 当时我请张维忠 帮我算一个 小孩婆父的日期 那张维忠东算西算 一定就是算过是最好的嘛 就算了一个三月三十一 哪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 提早来 就在三月三十二那天 半夜 我们就在准备行李了 因为你要提早去医院 做前置工作嘛 所以呢 欸 不错喔 三月三十一 然后看张维忠算给我的命盘 哇百分之百完美 想说 怎样完美 他帮你算一个什么 就不管是夫妻工啦 什么工啦 都好 财博工 什么工都是好的 据他描述是这样 因为命盘我也看不懂 他说好就是好嘛 所以呢 就只隔几个小时而已喔 就可以如愿在他算的那个日期 剖腹 那结果呢 就心理准备好 然后就等了天亮喔 去医院 结果我老婆突然跑来跟我讲说 老公不对 我怎么觉得我哪里逝逝的 那我当时没有议会过 我想说都什么吉古言人 你还有这个性质啊 没经典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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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经典 我跟你讲 不要说我没经典 他自己也难为情 因为他自己也没搞懂 第一拍 还是我发现的 然后我们两个正在想说 怎么办的时候说 哎呀 医生也说其实 怀孕期间也不是 完全禁止性行为啦 后来我转音想不对喔 幸亏我多看过几本书 因为我知道说 有一种情况是 所以我跟我老婆说 对喔 该不会是要生了吧 她说不会吧 那个 也没有痛 会这么突然 她也没痛 也没有症痛 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 陷入讨论当中 就说那要不要去医院 那万一没事 搭配这张跑去医院 把人家两个医师 半夜挖起来 因为那时候是凌晨4点钟啊 把人家挖起来 人家会不会批评我们 浪费医疗资源 那我真的要生了怎么办 两个犹豫了10分钟 我想说 还是喔 还是去 还是这个 妈妈的安慰比较重要 所以就开车 载我老婆去台湾医院 那个喔 边开车 然后那个车子 往医院的过程当中 我老婆不是坐在副驾驶座吗 那确实说那整个 整个那个乙电 全部失光吧 对 就已经失了 然后一到医院去以后 那个护理长一看 这个马上要生 他说没有症痛 而羊水先破的状况 比较容易感染 所以必须要即刻处理 所以呢 副长科医师很伟大 睡梦中耶 硬是被那个护士叫起床 你想看 那个时候睡到半夜 然后他被挖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每个副长科医师 本来就都是这样 啊 经验也相当丰富啦 就 就 就处理处理 后来就副副就生产了 好啦 那问题是这个日期呢 并不是张维中 帮我算的那个日期 你也知道这种事 欸你是几点钟生的 我是早上六点 哦 早上 那这种时辰的事情 早上六点 六七点好像不太好 也不会吧 也没有不好啦 也没有不好 依照人不同的命格啦 那时辰的东西 差一个时辰就差很多啦 嗯 然后一生下来媒体就 就披露出来了 欸张维中还翻点讯 还责怪我说 因为他不晓得我老婆是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个必须要够服 他说 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你又误信哪个高人的话呢 哈哈哈 然后我跟他解释说 这个是因为就 杨维过的 必须要生 他说好吧 那我也没办法 然后过了两个钟头呢 他又传了一张命盘给我 他说 恭喜 恭喜你 没想到你误打误装 这个时辰 也有原本跟你算的时辰 更好 恭喜 恭喜 没有啊 你就知道张维中多能扯了 哈哈哈 他本来不是说 那个已经是最好的了吗 也就只能这么说啊 对 当然是好朋友 好朋友他可能想要 让我的心情好一点 好 那确实也不错 那接下来 心烦的事情是什么呢 坐完月子 那小孩终于抱回家了 对 那我们家也是贵宾狗 那我从来不晓得狗 能吃醋吃成这样 那个小孩一抱进家门 哇 那个狗 那狗整个大抓狂 他想说 我们怎么可以抱 不是他的 因为他也把他当作狗 你知道吗 感觉像我们 把另外一条狗回家 哇 欸 闻起的贵宾狗 我整个 哈哈 当场变熬犬 哈哈 夸张欸 他怎么 他有怎么样吗 这希望只可以再来右一点了 我抱着他 那个狗 你看我小孩抱那么高 那个狗 还用腿装个弹簧一样 哇 会跳上来 跳上来 你也不知道说 他到底是要咬他呢 还是要把我的手拨开这样子 那我们就抱着紧紧的一直在背对他 不要不要 搞得好像在跳国标舞一样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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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好 那开始有网友 开始劝告我说 那个人家长辈都说 小孩跟狗不要一起相处 跟我讲很多建议 但是呢我就贴词 人跟狗怎么不能好好相处 我觉得是 你没有找对方法而已嘛 而且我过去最诟病 那个台湾的习俗 就是好像有小孩 就必须要把狗 送走 送走给别人一样 我就非常反对这样的事情 狗也是我们的小孩啊 老大跟老二嘛 所以我就开始查书了 幸亏我查书的速度 算蛮有效果的 对啊 然后我就研究研究 人家都告诉我们说 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啊 对 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PO出一张照片 我第一次PO出小孩的照片 就是我的小孩跟狗 跟狗 身长差不多 睡在床上的照片 那我的意思是说 要鼓励大家 人狗是可以和平相处的 没想到网友还骂我呢 你说 你有没有尝试啊 你难道不晓得 这样对小孩不好吗 后来我第一次回网友的话 我说 放屁 我们家小孩健康得很 不但没有人家所谓的 什么过敏啊 或者说什么会哮喘啊 健康的不得了 我小孩现在九个月 后我会 已经会跳舞了 后我那边又又又又 已经会这样了 对啊 健康的不得了啊 所以再次利用这个机会 呼吁说 不要因为有小孩 就把狗遗弃 其实小孩跟狗呢 他们共同成长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来来来来 回来我们看一下命理题 问一下黄老师 当手面相出现什么征兆的时候 会表示运势低迷 什么征兆的时候 是表示运势阵望 要好好把握 好 我们就用手面相的征兆 来看这个好跟坏 这个好跟坏 基本上就是这几天 当你出现这种征兆 或者这种征兆 就是这几天 或者最近这一两个月会发生 这边发生坏的 那边发生好的 更好的 好 我先从这个低迷的 开始讲起 低迷的我列出两种 就是点心 我们可以看得到 也容易遇到的 第一种就是你的脸上出现了 青筋浮现 本来这边好好的 突然最近这边青筋 怎么会渐渐地浮起来 看起来都起顺顺 那这个突然这青筋浮现 大概一般是讲压力大 或者遇到挫折不顺 这时候你的青筋 就会浮起来了 或者你的思考判断错误 我自己是不是浮起来了 那个是 那边是夫妻宫的地方 夫妻宫 你那边比宫太紧 就这浮起来 我的意思说 这夫妻宫移出来 是不是现在 我跟我男朋友要产生四端了呢 没有 我跟你讲一下 青筋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最常出现的就是 额角最容易出现 这是表示工作的压力 或者就是工作容易出差错了 如果中间这边青筋浮起来 可能甚至发生错误了 更严重了 那么如果是夫妻宫 现在讲眼睛后面的夫妻宫 青筋浮起来的话 通常可能之间会有一些摩擦 当然这摩擦 因为青筋只是代表摩擦 没有等一下 等一下更严重了 这边可能就吵架了 下面可能吵架 青筋大概就是 可能夫妻这边有点摩擦 不顺畅 一样的 如果说耳朵 如果耳朵青筋浮起来 那就是床上不顺畅了 那可能夫妻的性生活不太有点问题 就是看你在哪里 耳朵有出现过青筋 有时候会浮起来 因为这耳朵是肾 耳朵是肾 肾脏的关系 这个是青筋 那么再下去更严重了 更严重是什么呢 就是你脸上出现了小小的刺肠 刺肠是红包 刺肠是青春痘还是 我们这么年纪不会有青春痘 所以这个时候出了刺肠 应该是你的火气 或者气虚的关系 这时候就比较一种是增殖了 例如说夫妻宫出现 这个时候小刺肠的话 可能就是热战了 前面可能是冷战 这边可能是热战 还最简单最看到 鼻子如果出现小刺肠 红痘痘的话 应该就是破财了 如果是硬糖出现 那更严重了 诸事不顺 考试一定考不好 从这脸上各种状况 可以看出你最近有没有发生 坏的这种征兆出来 那这种事情怎么去预防 当你出现了 其实这你就知道 这可能是压力 这边可能是火气嘛 你想想办法 把自己的心平气和 把火气降下来 免得得罪人家 或人家起争执吵架 这是坏的部分 好 我们相对好的部分 也是这几天发生 或者这一两个也发生了 首先第一个 他会玩你会生气 他会生气 突然又给你玩了 好 我们相对好的部分 也是这几天发生了 或者这一两个也发生了 首先第一个 就是你的声音突然转嘹亮 平常是讲话可能有气无力的 无精打采 突然最近讲话 哇 很大声 那你這節一定表示你信心十足 自己也覺得我最近運氣不錯 擔天有力 講話越來越大聲了 這是你運氣轉好的徵兆 另外一個我們直接講的紅光滿面 怎麼樣呢 眼上發亮透紅 最近前一陣子那個 剛好我們的總統大選跟立委選舉 各位看一下 剛選上的立委 整個這邊都是亮的 基本上都是亮亮的 還有透紅的意思是應該說跡離透紅 就是我們講的紅光滿面 紅光滿面不是說整個臉紅紅 紅咚咚 那是喝酒醉 跟智商不一樣吧 那跟智商不一樣 無法智商當紅亮 紅是有點從肌膚裡面透出來的 亮亮的那種 覺得看起來很順眼很好看的 這就是什麼運氣多好的 例如說剛講 額頭可能最近升官或者選上了 那麼印堂諸事順利 鼻子亮亮可能最近就發財 這個我們可能從這邊去觀察 好運到 是 鼻子做對照 觀眾朋友你自己去印象一下 今天一起請兩位上節目 那個玉琳哥 羅姐今天有事情要問你 因為你曾經在節目上說 得罪羅佩穎就是得罪全世界 對 你應該是得罪全宇宙 為什麼 因為羅姐快人快語 那羅姐有一個我認為是值得肯定的 就是說 她不會把那一口氣咽下去 如果比方說有人對不起她 或者做錯事 她是會直接表達出來的 她就會直接講出來的 所以於是你得罪她呢 哇你喔 沒有地方可以躲 因為 羅姐曝光的管道又多 她的話語前主導性又很強烈 對 所以她所到之處呢 你被她講過一輪 大概也不用活了 其實往事利利 大家自己回去Google 凡是得罪羅姐 有沒有一個有好下場的人都沒有 所以你們有合作過節目嗎 有 他做這麼多節目 我走了這麼多年的綜藝節目 怎麼會沒有做過他的節目 但是他沒有 我沒有主持過 這個主持人好伺候嗎 這個主持人 對 我主持過 對 那個幸福委員會 對 男伺候是在前面的階段 因為他要把事情講得很清楚 我記得當時跟他簽下一紙合約 是我一輩子沒簽過的 我那時候已經是很大的製作人了 我公司七個節目 所以我們大概每個節目 都是這樣看一下看一下 也不太可能會進那個攝影棚 就像很多製作老闆一樣 羅姐跟我簽那個合約 哇 多苛刻啊 她要求我每場錄影都要在現場 要是我不在現場 她可以聚錄 對 因為你知道我們錄的是一個 吵架的節目 就是吵架罵人的節目 所以我第一條合約就是簽 所有上節目的人都是來賓 都是要真的 真的來吵架的 那你這次很流行 對 有的節目就開始做仇 對 吵架的 那陳怡玲是第一個 拔著頭籌去做到 我前後做了三個這種類型的節目 對 必須承認其中兩個是假的 這個羅姐那個不敢做假的 對 因為我要罰錢 對 就是說我這一季裡面 如果給我發現是假的話 你要罰錢然後怎樣怎樣 簽個很嚴峻的合約 所以主持完一季以後 我就被換掉了 因為真的不好找 來賓真的不好找 可是問題是 真的在我做的那時候 那時候收視率衝到前10名 那個時候Cable 收率多到2點多 2點多的收視率 2點多 比康熙收的1.8還高 2點多的收視率 就是比新聞還 現在大概第一名都是新聞節目 我們比新聞 比那個以前比三立連續劇 那時候還沒起來 對 那我們就在三立連續劇前面 那我說前面前面比較不好瞧 那前面瞧好了以後 錄影的時候 那羅姐是很乾脆的人 大概過程當中呢 都算很秤職啦 就是他永遠會給你 比你要求他的更多 就羅姐他是嘴巴雞歪叫 但他不是來陰的人 對 沒有因為當初剛是 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製作單位 我只認識他 其他人我不是很熟 我怕小朋友會當場出問題 所以我說我希望他能夠再 起碼看到我們順了你再走沒關係 而且我喜歡在錄影之前 有很多人一起聊天 心情很亢奮 對 我每次就覺得 陳雲玲來了沒有 幹嘛 我要聽笑話啊 所以我為什麼日後 我日後 我日後感謝羅姐 日後因為我有那麼多笑話好講 就是那個階段 自己儲存了很多 真的 他就每天把我搞得很開心 羅姐錄影 我就啊哈哈 就錄影了 精神很亢奮 上來錄的節目就會很活潑 就會很熱鬧 我喜歡這樣子 我們聊天聊到幾秒 我後來發現羅姐 像他你看到現在 你氣色最近很好 變年輕了 變年輕 然後可是你的鼻子 對 你的鼻子的線條 也比較圓融了一些 對 因為我以前是比較兇 現在就可愛很多 因為我把我的假鼻子拆掉了 我剛剛講不順 我都還忘了我假鼻子這件事情 我裝了二十多年的假鼻子 然後突然我就在這個地方 長了一個豆子 長了一個青春豆子 怎麼這個青春豆子 長了一年多還不破 而且一年多都在那邊發濃 而且鼻子好痛 鼻子好痛 所以我終於去看醫生 他說 原來是有一個假的鼻鼓在裡面 對 假的鼻鼓這樣子 一個L型的這樣子 是塑膠的還是 塑膠的 因為我是三十歲左右去裝的 所以裝了二十幾年很久了 所以那個豆子 他把我打開 用刀子打開以後 他想把膿挑出來 一挑的時候他說 羅姐你這個已經生根到那個 橫裡面去了 我看就看到你的假鼻子 那個鼻子 他說怎麼辦 我說那怎麼辦 他說你要不要把假鼻子拆掉 你把它拆掉以後 讓那個傷口癒合以後 我們再來看 你如果要做的話 我再幫你做一支新的 二十幾年應該換一支了吧 我就免費的 這還需要 這還需要太舊換新的 沒有 他一直說 反正借這個機會 借這個機會 你安慰我 材料也都不一樣 技術也進步 對 就安慰我一下 說你可以換一個 你的鼻子你比較喜歡的 我說也好也好 然後在那時候 這個鼻子拆掉以後 要等差不多一個月兩個月 全部長好以後 才可以重新再鎖一根回去 所以我就一直到現在 就變成沒鼻子的日子 可是話講回來 羅姐你這原來的 你現在是原來的 原來的 你不要再弄了 你現在這樣很好看 這樣你原來也不 一點也不燙 而且線條很 因為我原來的 因為我鼻子前面前頭 比較大頭你知道 我就覺得不好看 我就喜歡這樣子 所以我就捅了一根 這樣子的進去 可是我的男朋友 一看到我的鼻子 就跟我講說 我說大家都覺得 我這個鼻子好 叫我不要再墊鼻子了 你覺得怎麼樣 他說去 去墊 加鼻子好看 這死老外 不知道腦子怎麼這樣子 加得好看 我說真的 看習慣 對 當然老外鼻子都高吧 所以他們喜歡看那種 習慣那樣一直線那種 所以羅姐還要再裝回去嗎 我暫時不想裝 絕對不要 我覺得這樣子好年輕 對啊 羅姐 用自己的真鼻子 跟假鼻子放在裡面 會有兩個不舒服的感覺 或什麼的嗎 沒有沒有 假鼻子就是譬如說 你今天叫豬 做豬鼻子 你就不能做 就沒有辦法上去 因為它這一根 是這樣子停在裡面 所以它就不能動 就不能做豬鼻子 那我現在就可以做豬鼻子 那像假鼻子的時候 我想有時候 我想下去潛水 什麼的你知道 我就說 因為我有假睫毛 假鼻子我不能潛水 現在假鼻子也沒有了 我想可以去潛水 那是不是墊了鼻子之後 譬如說跟老公 撒奶都不能這樣 可以 不能磨鼻子 可以 可以磨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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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假鼻子墊進去 一點 對你正常要做的事情 一點妨礙都沒有 唯一只有不能做豬鼻子而已 唯一只有 那問題是誰沒事會做豬鼻子呢 對 就是 我說綜藝節目裡面 就要叫你切著玻璃去做 不行 那那種節目就不要去上了 對 就變成有些東西 有些遊戲你是不能做的 我個人的建議就是 現在這樣最好 最好 不要再去 面向上 對 你看它現在看起來混圓 真的 又拿柔柔和 現在好看多了 都覺得 本來以前看也很好看 現在覺得更好 好 謝謝 老師說了就這樣子 假鼻子 那你去看別人的假鼻子好了 他們氣男友 是 生男友的氣 我問一下瑞光老師 什麼星座的人 像羅姐一樣千萬得罪不得 我們看上身星座 太陽星座 特別是你的火星星座 因為火星星座 代表你的攻擊性 跟自我防衛的這個能力 像玉琳哥呢 太陽是摩羯 上身是金牛 你的火星是水瓶 然後羅姐 太陽是獅子 上身是處女 然後你的火星是雙子 然後我們來揭曉 我這個人很容易得罪對不對 就很容易我就不開心了是不是 獅子座有時候會有一點敏感 你等一下就來講 OK 來第三名 我就頒給羅姐的獅子座 獅子座 他常常都自己覺得呢 他就是這個世界管理秩序的人 他要不是國王就是女王 那通常他們都是朋友圈的這個 糾察隊的隊長喔 對 所以呢他們是霸氣十足 然後呢會針對不對的 不公平的他們看不順眼的事情 就是當面自責 比方說像他出去到外面的時候呢 他就很像管家公啊管家公 然後去吃飯的時候 那個服務業啊餐廳啊 態度不好啊搞臭臉啊 然後呢什麼上菜的順序不對啊 餐具擺錯啊 這些獅子座都會有意見 然後跟朋友在一起的時候呢 然後朋友如果做了一些不對的啊 然後不夠義氣的事情 其實獅子座呢 都會有一種類似像長輩 或者是像糾察隊這樣的形態 他會當面的去指責別人 告訴人家 你怎麼做才是對 怎麼做才是好 這是他可愛的地方啦 OK 再來第二名呢 上升太陽跟火星 如果是落在牡羊座的人 牡羊座喔 這個比較瘋瘋瘋的 脾氣火爆 然後呢正面衝突 通常呢你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在跟你玩 你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生氣 什麼時候會跟你衝突 他生氣生氣突然又跟你玩了 會有這種喔 對 牡羊座會有這種特質 牡羊座呢基本上呢 大部分特別是火星在牡羊座的人 講話都有一點點白目 然後有一點點機車 然後有一點點點 就是他可能平常講說 哎呀玉琳哥啊你看你那個髮型啊 你穿那個衣服啊 你這個年紀啊怎麼樣 反正他們就是講一些 他自己覺得有一點點挑心異味的 然後會讓你覺得不舒服 可是他覺得他是在跟你開玩笑 但是呢當你生氣的時候還是講說 那你不看看你自己 你都幾歲 你穿那個什麼鞋子 他會生氣耶 然後生氣了之後呢 要不然就說那怎樣啊 就突然間摔東西啊 然後要不然來啊 要不然你要怎樣啊之類的 你看那個小孩子 我那玩的突然打起來了 一定有一個是牡羊座的 之類的 我聽到沒有 可是呢過了一下子 他又好了 過了一下子他就好了 所以你看很多牡羊座的男生呢 其實不要說男生 女生也一樣了 好朋友哥們姐妹濤 然後一起去喝酒 然後喝一喝突然之間 在席肩大打出手的 很多那個就是火星在牡羊座 打完以後又哭啊 我們在哪裡了 真的喔 真的喔 我打一打拱他來 劝速變砸子 OK 那牡羊座呢 通常你看他臉上呢 如果說已經有出現這個殺氣 殺氣在生氣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 你就不要跟他正面衝突 因為牡羊座 他是不會評估情勢 他任何時候 他都可以跟你正面衝突 他都沒在怕的那種形狀 牡羊座 那接下來呢 第一名他不會正面跟你吵架 但是你要很擔心他 上升太陽 特別是火星落在天蠍座的人 天蠍一般來講 我們說天蠍會記仇 所以如果說你身邊的朋友 你的家人 他如果是水星跟月星 月亮落天蠍座的人 他們就會永遠都記得 你對他不好的事 所以你對他做了一百件好的事 他可能覺得理所當然 可是他如果 你如果對他做了一件不好的事 他永遠都會記得 但是如果要講到報復 讓你好看的 那就要講火星在天蠍了 天蠍座 天蠍座真的很愛報復 他們愛恨分明 而且十倍奉還 對對對 有仇必報 我可是嘗過苦的 我就有一個 嘗過苦的 是的 我就有一個 天蠍座的一個客人 他只是疑似覺得 他老公跟他們樓下的鄰居 壯士親密 好像可能有外遇 他就記得這件事情 然後呢 他就臨遲了他老公十年 為什麼 臨遲的意思就是 每天 我覺得你就是有外遇 你就是給我承認 晚上也不讓他好好睡 然後親密關係 也不好好的發展 一天到晚就跟他吵架 然後離婚幹嘛的 然後呢 他老公有時候被他嚇到 就覺得 沒有辦法再好好生活 所以你如果得罪了天蠍座的人 天蠍座呢 他們就會一直記在心裡 他們就會一直找機會 然後想辦法去報復你 所以呢 特別是火星在天蠍的人 但是呢 天蠍座 其實呢 他的敏感的點是在於說 你到了一個環境當中 你一定要先對他示好 然後呢表明你對他沒有敵意 然後想要願意跟他創造這種 雙贏 或者是互相友好的一個這樣的情況 所以呢 你到一個環境中 陌生的環境到職場當中 你只要知道誰是天蠍座 你就要先對他示出善意 然後當你可以走入到他的心中 他也覺得 因為你是自己人 可以幫你當好朋友的時候 他對你的敵意就會大幅度的降低 你就比較不會產生報復的現象 羅姐跟玉琳哥也合作很久 你們曾經整人節目的時候也合作過 對啊 整人節目的時候 他是那時候是徐乃琳跟曾國成 對對對 他滿紅不讓的 最夯的時候 所以你們一起整的是 李懿君 啊 跟他們的好朋友 李懿君 李懿君這個人幽默感 你整他不會翻臉嗎 我跟你講 我是真的沒有跟他講好 所以呢 我就說 我就打電話給你媽懿君 我就說喂 你媽你在幹嘛 他說沒幹嘛 我說等一下我們打 我在錄影 他說真的啊 錄完影你幹嘛 他說打麻將嗎 我說好啊 他說找誰打 我說我不想找誰 不想找誰 因為剛剛每次找他們 他們都贏我們錢 而且像柴之平那種 我說打不死的 這打不輸的 我們不要找他們打 然後他說 對啊 你看像我們這種怎麼辦呢 我說 可是前陣子 前陣子我一個朋友 送了我一副麻將 然後還配了兩副影星眼鏡 他說麻將為什麼要配影星眼鏡 他說這 他說這 他配這兩副影星眼鏡 我們兩個戴上以後 我們就看得到麻將了 他真的還假的 而且他很心動 真的有這種關係嗎 應該是沒有吧 香港電影才有 反正我就是看電影就想到 然後我就打電話就框 你就等他的了 對 他就說可以嗎 我說真的可以啦 只有我們兩個看到的牌 這樣子我們就少輸就是贏啦 而且我們看到什麼 我們比較不要出眾 一個傀一拐過來的話 就被我們自摸自摸自摸 他說哎呀對啊什麼的 他說可是這都是黑道做的事情 我們是什麼 什麼斑馬刀還是行人刀什麼的 被抓怎麼辦 我說影星眼鏡 你不想誰看得出來啦 怎麼會看得出來啦 又不是說條子要比這個 桶子要比這個 對不對 腕子要比這個 有一次我們還比到那個 本來是聽條子 然後呢 就後來轉成桶子了 你知道嗎 因為聽條子來 條子摸成一砍了嘛 就轉成桶子了 還這樣 就 他說 然後可憑人說 你是條子變桶子 是不是 還假的看得出來 有 我說這樣怎麼就不會穿包了嘛 他說 好… 然後我們就說 那晚上我們就乾脆 就找晨晨 然後就找徐乃銘 弄他們 弄他們 然後就弄得很高興 我說 可是 然後我說 然後我說 我說 我在打電話的當中 我怎麼看到 簡哥走進一個旅館裡面去 他真的還假的 我說對 而且還帶了一個妹 上去上電梯的上電梯了 他說真的還假的 我說你快點來 你趕快穿衣服來 我在中朝多文間 趕快來 他說 不會 我可能要等一下 我說 抓尖還要等一下的 我說你連車子都不要開 因為這邊沒有停車位 你坐計程車來 要不然立馬來 要不然等一下會來不及 他說不行 我還是要等一下 等什麼等 我要化妝啦 我說 坐計程車還要化什麼妝啊 他說 關於抓到了 我輸給那個女的長相 怎麼辦 我還是要化一下啦 然後 然後最慘的是 他就突然 蹦了一個女藝人的名字出來 他是不是帶了那個人 我說 沒有… 你媽一句 假的假的 你不要再講名字 不要… 我真的不要再講了 因為李玉君不曉得我們在錄影 我們要是打電話 他就把他心裡反應很久的人 講出來 然後現場200名觀眾都聽到了 我咧 我站著 結果他反應誰 我天哪不能講啦 你都當我傻瓜 先把他蹦出來給你聽 其實YouTube找以前的那個 台灣紅不讓 Maybe找得到 對 結果你又把它播出來啊 播出來啊 那個就是收視率的那個 關鍵怎麼可以補播 我的天啊 沒有好像播出來有消音啦 因為那個女兒也滿紅的 對… 那個時候很紅 對 那時候很紅 就是B的一聲聲過 對… 這樣子 好窄喔 好過癮喔 對 我就是怎麼講 講到這裡 不要再講了… 你慢一點 我在錄影 你不要再講了 什麼 你在錄影 你不消音 你不消音 那那幾首私語報告 為什麼呢 聽兩個女人在聊打麻將的事情 就已經笑死了 那他們很多他們自己的故事嘛 那那一些術語 其實我們是聽不太懂的 我本來在剪的時候 他會想說 整篇都在講麻將 這樣子觀眾會不會聽不懂 結果應該可以吧 就一播出 哇塞 那個每分鐘收視率 都是八點多九點多這樣的 哇 李老師什麼心靈比劃呢 2016年上半年 容易被命運之神捉弄 好 我們看看哪一些人呢 在上半年容易被命運之神捉弄 我們先來看這個就是 才來才去的公位 這個看我們的地格 地格就是我們 第二個字加第三個字 如果單名的話 就是你第二個字的筆劃加1 那就是你的筆 你的地格 地格它掌管了我們的庫的公位 就是我們人格是掌管我們賺錢的公位 地格也是掌管我們庫的公位 所以我們看看呢 這個 當你的地格有14話 17話 2326 32的人 這個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哪一些人會採來才去呢 我們要特別看17話跟26話 17話跟26話 你的採來才去的現象就是 如果你有合夥的話 要特別注意 你們會因為錢財的問題 而去有爭執 比如說合夥人會覺得說 這筆錢該花 你會覺得說不該花 或者是說你的屬下 可能有一些回扣啦 或者種種 現在很多人投資 他是不管帳的喔 他只有純粹錢的投資 但是當發現公司的帳有問題的時候 你才去追究都會來不及 那這個時候就會因為這個錢財的方面而爭執 或者是說你比較你的工廠或是你的公司 你有東西是交給下游廠商的 但是我是接外貿的單 但是我的單子出問題的時候 產品出問題的時候 是你要負責還是你的下游廠商要負責 所以他就特別的容易 容易因為這個錢財的糾紛 而讓他譬如說破一筆財啊 譬如下游廠商他不願負責 那你就得自己負責 所以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錢來錢去的問題 或者是說兄弟姊妹 有的兄弟姊妹剛好在分家產啊 或者在分什麼 他會因為這個錢 大家會吵得很不開心 如果我們剛好碰到在分家產的時候 最怕走到這個運 這個時候會反目成仇 如果是走到好的運 那大家會和平的 好好的去談完這筆 但是如果觀眾朋友 你剛好走到這個運的時候 一定要冷靜 好好的去理清這個財產 該怎麼去分配 那就不會讓兄弟姊妹反目成仇 那最怕是這樣子 還有股東之間的話 也要稍微小心 那再來呢就是 我們有14、23、32 這個呢有這些的人 他的財來財去 有一些來自於 因為他今年剛好走到破財 有一些人走到這個運的時候 自己在今年 特別的捨得花錢 平常以往不敢 捨不得去一個旅遊20萬 或者是去買一樣東西 這個包我明明很小 但平常捨不得買 在這個時候 他會非常捨得花錢 而且這個呢 有一些是花在自己身上 但是這個也要稍微小心 有一些是碰到詐騙集團 現在很多人是碰到詐騙集團 那有一些是碰到朋友來騙錢 或是股東來騙錢 或是家裡兄弟姊妹 或家裡人特別容易發生事情 然後會破財 但是呢我會建議這三個 14、23、32的人 我們在破財的時候 其實可以去做一件事 那個當然你找老師算 看你今年田宅工好不好 如果田宅工好的話 在今年去買房子 是最好的事情 我們破財的時候 把你的錢破出去 那你就會 或者是譬如說 像現在美金今年會漲 那你可以去買美金 如果覺得說我的錢不夠 那我去買一點美金也OK 就是把你的錢破出去 不要留在身上就好 那如果說你已經很有錢了 你想在今年出去做完了 我其實我覺得OK 就我們在這個時候呢 破財的點的時候 特別的容易捨得去買東西 或花東西 或是你覺得說 我想要整形 讓我自己更漂亮一點 投資在自己身上也OK 就是說你這個錢 你要用智慧如何 把今年這個財來財去 花得對的時間的話 那其實也是很好的 可以幫自己轉運 也是很好 再來 但是在破財的時候 最怕什麼 不要亂投資 就是說你今年如果有 投資的項目的時候 你稍微謹慎小心 然後稍微問一下老師 這樣就好 不要亂投資 那再來呢 但是哪有在邊抖 都在抖 那再來呢 我們走到這個地格 就是感情走 感情會有這個不穩定的現象呢 這也是看我們的地格 當你的地格 有十二畫 十九畫 二十畫 二十一三十 有這些筆畫的人 要特別注意你的感情 今年容易 容易不穩定 這個像有這個 十二 二十一三十 我退不了 但是呢 我知道你是沒有辦法再繼續的 但是他又愛了 退不了 所以就會產生很痛苦的現象 所以十二到二十一 三十的人 你在這個時候 一定要很冷靜的去處理你的感情 如果真的走不下去 就再做個選擇 但是現在很多人 就是明明是三角關係 我很愛 但是我又離不開你 所以讓自己非常的痛苦 當你如果陷進這個的時候 一定要找你身邊比較有智慧的人 幫你判斷 這個難的到底值不值得 如果不值得的時候 其實我們早一點放下 會讓自己開心一點 那不然呢 你就可以念點經 然後求菩薩讓你能夠心安定 我們業障消除感情才能夠解決 再來就是我們有 地格有十九跟二十的人 在這個呢 就是說你是已經清楚了 所以當你清楚的時候呢 你就得放下這段感情 這就是你在抉擇的時候 那十二跟二一三十的時候 正在做抉擇 但這個時候你就十九跟二十 這個時候你以往的不好的感情運 完全都消除了 所以今年是你重新一個 新的一個感情運 但是當我們有新的桃花進來的時候 你如果對前面那個 你一直捨不得放下的時候 新的在你身邊 你也很難去把握的 你知道當我們有桃花出現的時候 但是你的心一直停留在前面那一段 你身邊有再好的桃花 在你身邊你都很難把握 所以當你有這些 有這兩個筆劃的時候 你可以不妨注意你身邊的 比較好的另外一個對象 那你今年的 你今年的感情雖然才轉來轉去 但是是會轉好的 所以也不要擔心 但是要用智慧 對啊 說不定身邊有大人哥 你們都沒看到 對 你沒有把舊的那一段放掉的時候 身邊好的你都看不到 他對你的好 是 羅姐身邊就有大人哥 所以你現在跟男朋友出去玩 但是人家你回頭率還是很高 對啊 那你男朋友會不會吃醋 不會 其實我覺得老外跟老中 就比較不一樣 老外就有很多老外 他是覺得有很多人看我的女人 他覺得很有面子 他覺得很驕傲 你知道 因為他是我的 你們看就讓你們看 你們要跟男朋友也可以跟男朋友 所以人家跟你搭訕 你也去跟人家拉雷拉雷 對 當然拉啦 幹嘛這麼帥的來 幹嘛不拉 不拉錯過了就沒機會了 不要錢的 真的開玩笑 那你拉完了 會跟人家說這是我男朋友 會介紹一下 如果一個馬上一走過來 就很醜的有沒有 馬上呢 嗨 嗨 這是我的男朋友 如果很帥的話就拉 最後要留電話 拉完以後再說 旁邊這個在生氣的時候 對… 還可以拉到留電話 還可以拉到留電話 對 哎呀 羅倩 很有那種外國男生的緣 對啊 因為我在外面就是 穿著青春洋裔你知道嗎 小短褲的 小露背的這樣子 你現在來跟你打招呼的男生 都是幾歲的 都 二十出頭啊 哇 你不相信我可以拿照片給你們看啊 而且我都跟他講說 我說你們不要浪費時間 趕快去找漂亮的女 他說我們看了半天你最漂亮 我說但是我可以做你媽媽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 我們就喜歡媽媽 然後我就跟他講 我喜歡媽媽 我就跟他講說 我幾年生了他就說 今天是愚人節嗎 今天是聖誕節 今天是跨年 你在過什麼愚人節啊 我就啊… 可是他們也喝得很醉 我就啊…太棒了 那會加臉書嗎 不 臉書不加 不加 可是加臉書還不知道我幾歲啊 臉書上面沒有寫啊 沒有要寫年齡啊 但是男友在旁邊都OK 都在都OK 他還幫我們拍照 然後我就說這個帥這個帥 然後人家在很遠的山上 那個山頭裡面 我就衝過去 然後我說趴快點趴快點 他說幹嘛 幫我照相 幫我照相 就是要升級帥夫的額照就對了 對啊 我又沒有幹嘛 我又沒有做壞事 大家就很開心 出來玩就這樣 那他不會問你說 是他帥還是我帥嗎 會啊 我就跟他… 就照實話講 如果真的是他帥就帥啊 你都說實話啊 你都不會拐彎啊 為什麼要拐彎 就讓他有錯覺感啊 就讓他知道 你不是最棒的啊 對… 為什麼要讓人家這樣… 要讓他闖壞男人 對… 你都從壞了怎麼… 怎麼搞得很難搞的啦 對不對 就這樣說你知道嗎 你不是最棒的 你看看 小培養這麼多啊 你小心一點他 帶也來 我一直帶也來 對不對 對啊 做人一定要這樣子 你不要很沒信心的出去做人 這樣子怎麼活 對不對 做女人就要做像我這樣子 才叫做開心 說得好 來 玉琳哥 你自從有了北堤之後 現在又開始戒菸 那你跟芽芽 這個生活有沒有什麼變化 那一定會不一樣的啊 這個有時候 婚姻生活需要一個小孩的 做一個潤滑跟調劑 你看我們節目五年 那時候不是一直沒有小孩嗎 認… 就算你跟他多濃情蜜意啦 那你都長達五年的時間 那就… 就涼掉了 對啊生活一半當然是甜蜜一半 每天一直吃同樣的番茄炒蛋 膩不膩啊 這一半甜蜜一半總是會吵架 對 那有了小孩以後那種事 就有一個 算是共同的興趣囉 是… 本來家裡面一個小孩 其實搞到後來我們家裡面 有三個小孩 為什麼呢 因為小孩會把我大人也變小孩 我老婆有一次去買那個 玩得童玩具 她那麼小 可是我老婆就去買那個 九九成法表那種唱歌的那種 一按水就會唱 二一得二 二二得四 然後我就跟我老婆說 可是她聽不懂的嘛 沒關係 趕快洗腦 她其實洗腦洗一洗她就會有 然後我老婆告訴我說 誰跟你說她聽不懂 她有一天髒嘴講話就會講 二一得二 二得四 二三得六 對… 真的 我說她現在不會有興趣的嘛 她說你不要管 那是我們的事 她就把那個玩具拿出來了 然後我女兒就坐在她對面 好 來 上課了 她就按下去 然後那小孩根本就左邊 我看跟我沒有在聽 然後我在旁邊一直笑 我說你看吧 她就是這樣 然後我老婆自己面子掛不住 她一直跟我女兒講說 OK 由於我們很聰明 所以都學會了 不用再上課了 會了 然後我一直笑她 我說你看吧 這就是這樣吧 有一天 有一天我老婆下去洗頭 那我就幫忙帶小孩 那我就窮極無聊想說 會不會跟我老婆講的會是真的 我就把那個酒酒盛牌 我請問她拿出來 然後放給她聽 然後我自己在那邊跳得很開心 二一得二 然後殊不知我老婆已經回來了 她說你這樣幹什麼 你在耍什麼幼稚啊 你不是說她學不會嗎 我說對… 她應該有一天突然髒口就會 你脆掉就成發小了 小孩這麼小 那爸媽的會不會在那邊討論說 我覺得她以後長大是做什麼 或者我希望她學什麼 怎麼可能 會幫她安排嗎 沒有 就是會幫她想很多 尤其是女生 你看我已經 前陣子新聞有報導 我已經幫我女兒討論 規劃到以後的婚事了 對…你還怎麼許給兩家人了 沒有 許給那個黑人 因為黑人不是雙胞胎嗎 對…叫雙胞胎嗎 沒有 因為黑人他們家算家事良好 然後媒體就披露說 然後我準備把女兒呢 許配給他們雙胞胎之一 然後被我媽媽看到了 我媽媽打電話來 我媽媽語重欣常說 你不用 你這樣做是對的 我說 怎麼說這樣做是對的 他說因為黑人他們家是好的人 然後… 然後還討論到什麼呢 因為她雙胞胎嘛 那到底要哪一個 那我們現在就要幫她決定了啊 所以就決定說 因為今年的3月30 就我女兒滿周歲嘛 那滿周歲的時候呢 就請黑人那兩個小孩 非非想想麻煩喔 你抓周嘛 對 她就站遠遠的 然後我女兒就爬過去 看抓到誰就是誰 抓周… 一個小孩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 我們的那個生活中心 會在小孩身上 然後呢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那有時候夫妻就是需要 一個共同的目標嘛 所以呢 也不太會爭吵了 以前是這樣喔 以前我老婆 我三兩句話是我不開心喔 我就劈啪 或者是我稍微整個不開心喔 她也是會反擊的 會不開心 有一次呢 那小孩已經誕生 有一次我們兩個 為了一件小事情 哇 我已經火箭快爆發了 但是突然想起說 嗯 不能在女兒面前喔 露出那種猙獰的面孔 因為人一吵架那個臉 就不會好看嘛 啊啊啊啊啊啊啊 就忍下來了 然後小孩這時候又 你吵架的時候就很美嗎 沒有 至少比吵架的時候 好看一點吧 對啊 對啊 那尤其你在看小孩 那無辜的眼神 又告訴大人就會要求自己做 不要在小孩面前喔 真的 讓他看到父母親在吵架 對啊 演酒就會變真的嘛 酒不吵酒不吵 真的就不吵啦 真的啊 對啊 有這個好處 很好 黃老師 測試占卜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一方面的運勢 會喜氣洋洋 好 過年其中了 來啦 我們問一下黃老師 下週2月20號到2月26 各生肖的整體運勢如何 好 下週是國立的2月20號到2月26號 其中2月22號呢 是元宵節 就是農曆的1月15號 通常這一天我們民署上 很多的活動啊 有拆燈迷啊 鑽燈角等等之類的 好 十二生肖我把它分成四組 看一下下週的運勢 首先第一組的非常好 先恭喜你 出兔羊的朋友呢 下週是投資豐收 理財搬羊 就是因為新年呢 過了新的年 你投財運非常的棒 所以給了五顆星 五顆星 胡馬你說我又懂了 因為我是兔羊 好 下面胡馬狗 胡馬狗呢是 自我要求提升能力 提升能力可以應付新的工作嘛 新的一年 所以只給一個讚的評語 好 下面是蛇雞牛的 蛇雞牛是進退得宜 持贏保態 不管為人處事做工作 你要進退得宜 可以積蓄能量 所以給了三個讚的評語 好 最後猴鼠龍的 猴鼠龍的也不錯 用心工作 廣闊好評 這個包括上司老闆同事 屬下的好評 所以給了四個讚的評語 好 現在我再加碼 這十二生肖裡面有三個 下個禮拜運氣最好的 首先錢財最旺的 錢財最旺的是玉琳的 鼠龍 好厲害 好厲害 桃花最紅的是屬豬的朋友 謝謝 好 下個禮拜的機會 謝謝 謝謝老師 來 接著請瑞光老師 告訴我們下週各星座的整體運勢 來 二月二十號到二月二十六號 來 我們分成四組 大家參考一下 看你的太陽星座跟上升星座 然後一顆星要特別注意的 摩羯座 好 玉琳哥注意 摩羯座會有衝動消費 小心破財的可能 而且這一個禮拜摩羯座要特別注意 會有朋友來跟你借錢 所以如果那些常常跟你借錢的電話 又打來了 你就可以不要接 我不會跟你借錢 我只是帶著你去購物 OK 再來一顆星還有處女座 對 這一個禮拜處女座也要留意一下 跟伴侶之間會有一點點意見的爭執 然後不要太衝動 好 再來一顆星還有牡羊座也上榜 牡羊座的情況是心思混亂 然後你自己也要靜向來好好的沉淺一下 再來我們看三顆星 三顆星射手座上榜 射手座會有貴人在幫忙你 但是是誰你不知道 因為他是暗貴人 然後會有一些意外的好事 然後降臨在你的身上 再來三顆星還有金牛座 金牛座會遇到的情況 是在人際關係方面 跟你的另外一半都特別溫暖 然後享受甜蜜玉琳哥 也可以參考上身金牛 再來三顆星獅子座 獅子座羅姐 來跟朋友之間談天說地 身心暢快是小確幸的一段時間 再來我們看四顆星 四顆星天蠍座上榜 天蠍座家人聚會 開心享受 特別是家人方面是蠻愉快蠻開心的 再來四顆星巨蟹座 巨蟹座會有貴人相助 職場合樂 在工作職場方面表現得特別好 再來四顆星還有水瓶座 水瓶座衝勁十足 比如創造家機 可能你如果是做業績的 做這個Sales的 會發現這段時間成績很棒 再來我們來看五顆星 五顆星雙子座上榜了 雙子座出遊玩耍桃花上門 是桃花運特別好的一段時間 再來五顆星還有天秤座 天秤座積極賺錢如有神助 是正財運偏財運都很旺的一個禮拜 再來我們把第一名搬給雙魚座的朋友 雙魚座跟同事合作 然後氣場超強也是在職場當中 表現得特別有聲有色 那我們接下來加碼 桃花最旺的是雙子座 財運最旺的是天秤座 然後事業最旺的我們搬給雙魚座 來問一下兩位 新年有什麼新計劃 新計劃我在新的一年會推出一個 蠻好玩的玩具 你那時候出專輯你出玩具 成人的玩具 好酷喔 哇這什麼玩具啊 對 獨立你一定會很喜歡 新年新希望 跟他這個比起來 我那個就不算什麼了 對啊 聽完羅姐這個 我等一下可以看 我電話裡面就有你可以看 對啊 很興奮 這就是我們的新東西 新年新希望大概也就是 全家幸福健常 全家幸福啦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工作也都蠻順遂的 所以比較希望就是說家庭和樂 讓女兒開心成長健康成長 然後呢剛剛有提到說 那就趕快打到鐵襯 再接再厲 再拚一個 因為人家都告訴我說 小偉一個人沒有辦 也不好 就再十歲一點 你那麼有錢養得起小孩 多養兩個啦 要不然台灣真的少子化 你知道真的台灣少子化不好 我們將來我們的房地產都會泡沫 真的 因為你開那麼多房子 根本沒有小孩子 沒有人要來住 祖林哥那麼多房子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真的 真的 如果 如果我們不開放入資來台買房子的話 我們房地產就已經掛掉了 會泡沫化 對 已經泡沫化 通過於求 所以對 你趕快多升級的 要不然我們的房地產真的要泡沫化 必須的 來 黃老師測字占卜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一方面的浴室 最喜氣洋洋 好 過年其中 真的我們希望喜氣洋洋 好 我們字面是這四個字 趣味恆生 請從四個字面選擇來測看看 請現場歸邊 還有觀眾朋友請你一起來測 我選味 味 去好的 去 去味的去 生 我也選去 去 我們應該跟沈玉琳選才對 那不太一定 是 小河 那送一個黃給我 好 全部都選了 好 觀眾朋友 是不是都選好了 我們現在來開獎 從前面開始 首先是去的 去的是玉琳跟瑞光 還有觀眾朋友 你也是選這個字的話 答案是 工作最強 事業超群 謝謝你 你看 這個走是超群的開始 這個去是最的結果 所以是 工作運勢喜洋洋 90分 好棒喔 太棒了 其次是胃 胃是配音選的 對 觀眾朋友也是這個字的話 答案是 光說不練 未能如願 很抱歉 只有一個月而已 所以你那個玩具要加把筋 這一個月 下個月就好啦 所以暫時就20分 好 再下去呢 我們跳過去看一下生 生是美玲跟靜純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也是生的話 答案是 外表亮麗 吸引易性 這不錯 魅力十足 感情運勢喜洋洋 80分 好 最後是橫的 橫的這是賭林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也是橫的話 答案是 一本萬利 財源廣建 一百分 看一下廣建的廣的黃 這個萬都在這一邊 是 所以這次非常好 錢財運勢喜洋洋 一百分 哇 謝謝老師 謝謝來賓 這我的位置也提 什麼東西啊 上個月就好了 不怕不怕 謝謝 對 感謝你下次同一時間 準收看 命運好好玩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是熱光老師 接下來跟大家預報 2月20 21 22 也就是禮拜六 禮拜天跟禮拜一 這個週末的運勢 運氣特別好的 三個星座呢 第一個是射手座 會有長輩支持你 扶持你 不管你工作上面有什麼計劃 都能夠穩定的進展 第二個是牡羊座 桃花運很旺的一周 然後偏才運氣也不錯 你也可以試著去買一張彩券 第三個是天秤座 四方貴人 好像很多朋友 突然之間都出現了 讓你有一種左右逢圓的感覺 特別要注意的兩個星座呢 第一個是獅子座 在戀愛方面呢 有一點點緊張 跟你的另外一半 有一點點溝通不良 有一點心情忐忑不安的感覺 第二個呢是水瓶座 一樣啊 跟你的另外一半 跟你的愛人呢 有一點點溝通不良的情況 然後可能還會有一些誤解 然後要小心注意一下 在幸運顏色以及數字的部分呢 風向星座朋友是粉紅色 數字是6 火向星座朋友呢 是淡藍色數字是8 水向星座朋友是淡綠色 數字是2 火向星座朋友是紫色 數字是1 女人該不該拿錢出來投資男人 成就男人呢 什麼樣的男人可以投資 哪些不能 什麼星座的女人 特別喜歡拉男人一把 樂團鼓手劈腿 讓老婆氣到流產 什麼星座的男人 在感情中最無法抵擋誘惑 週一到週五晚上9點